大家每天打招呼都 Hello 君子 Hello 大家好 我是S&H4J Teammaster Geeky 徐佳琪 佳琪 生日落 偷犯划过徐佳琪 我老鼠便便去去 口袋发毒不过瘾 微博发毒有诚意 但斯坦那不满意 绝对来不过瘾 徐佳琪 你猜错了 我们爱你 谢谢 老公 谢谢 谢谢 谢谢我帮你制止 世露 徐佳琪 谢谢爱你 谢谢爱你 爸爸爱你 爸爸爱你 大慧王爱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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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这是我的新挑战 好 谢谢 大家好 主持人 怎么可以整个玩意 再来再来 say no say no 谁这样吃 我会给你做这样吃的 谢谢 谢谢你们 主持人 天天 Happy 谢谢 天天 day day happy 听懂了 天天还开心 对 谢谢 谢谢 好棒哦 我以为是泰国粉丝 好棒哦 我以为是泰国粉丝 没有 越南粉丝 越南 谢谢 谢谢 好厉害 然后 说什么来着 南北菜 南北的差异 就是 刚刚他们说了什么豆汁 然后那个什么麻将 其实我还很喜欢吃麻将的 就是反而我接受不了就是那个油碟 就像去重庆 然后一大坨那个油 拿上来我都不知道干嘛 是让我们夹在那个火锅里吗 我以为 不是 你不会调 要说到这个 火锅就是说到我们那个 南方跟北方 南方跟北方 就是北方不是有羊蝎子火锅吗 嗯 对吧 就是我之前每次路过 我都以为羊蝎子火锅是 是羊蝎子 然后你说 然后我就一直没有进去 结果有一次跟大家一起去吃了之后 发现那个锅 就是它中间是没有那个的 就是中间是 是那个楼空 呃 就两边 它只有那么一点点 只有边缘的那些地方 可以烧肉烧菜啊之类的 然后呢 我就点肉 那就 那我 因为我本身是喜欢吃羊肉的嘛 然后我就问你有蝎子吗 那没有 然后 那我就说那羊蝎子 那羊肉有吗 没有 然后我就很奇怪 就是跟羊蝎子 根本一点都不大尬 为什么要叫羊蝎子 然后连羊肉也没有 然后呢 连菜也没有 只有牛肉 然后虽然 大家 对 那天 可能是 卖光了 可能是卖光了 可能是卖光了 对有可能是卖光了 它菜只有那个青菜 什么其他的菜都没有 不能了 然后我们那一桌 那天吃的就是只有青菜跟牛肉 然后大家就狂吃牛肉 然后我就在那边只吃青菜 对 是就是这样 然后 还有就是那个玉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 南方的玉米是那种甜的 水果玉米 然后到北方那个玉米 是那种糯糯的那种玉米 然后我就感觉就是 味道呢 其实都 都没有 我都挺喜欢的 就是那个糯糯的有点黏牙而已 对 因为我觉得我的味觉吧 可能就是 我吃不太出来那个味道的差异 然后我觉得都挺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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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